坐上八字形泳圈 冲下水晶滑梯 大約兩層樓的高度滑下來 速度超快 超刺激 讓人心跳加速 遊客玩得好開心 也有遊客穿起比基尼泳裝 美美玩水 滿滿夏天氣息 剛玩的是那個溜滑梯 感覺怎麼樣 超刺激 超好玩的 泡在水裡 家長小朋友都玩超high 暑假出遊 里陶恰雅雅 太陽曬得大家廉價紅紅 真的好熱好熱 來玩玩水 清涼舒暢 泳圈 水槍都出動 來到宜蘭 童萬節 還有必玩的新設施 水上旋轉木馬 可以看到嗎 它一直轉千千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而且周圍也有很多的 水花噴灑過來 非常的涼快 這是園區內 少數有動力的設施 遊客隨著木馬 輕輕划過水面 感受水流相當愜意 童萬節在凱米颱風期間 一度修緣 園區恢復後 遊客比之前更多 擔任有一萬六千人 在八月的第一個假日 又是滿滿人潮 那廖牙梯那麼好玩的 沒玩過 玩過了 你覺得怎麼樣 很刺激啊 都帶小朋友玩水比較多啦 東部夏日旅遊 下個地點轉往花蓮 風災後鐵公路陸續恢復 鐵路單線運行 公路管制通行 可愛海獅跟著工作人員跑 假日遊客湧入海洋公園 業者推優惠 只要購票入園 隔天免費再入園 可是已經預定 已經預定好 回程要出台東了 不然可能會 海洋公園表示 震災颱風後 假日大約有三千人次 另外花蓮縣府 結合了多間機車租車行 整個八月都有優惠 五到九折優惠 不少遊客選擇搭鐵路來 再租車玩 暑假剩下一個月 東部觀光把握機會 拼一波 這新聞消雨智 楊雅竹 黃一鳴 徐玉成 宜蘭花蓮報導